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要再次来到牧人清草地 愿神今天用上帝甘甜的话语 再次满足我们的心 今天我们要来看生命纪第十八章 今天的主题是 更清楚和神心意与神同行 昨天我们在生命纪第十七章 我们学习到当以神的心为心 不但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我们不要去做 更要顺从耶和华的心意而行 今天我们要更进一步 透过生命纪第十八章 来认识神的行事法则 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神透过对以色列人的拣选 目的在成为普世万民 认识神的重要的一个关键 透过神和选民之间的互动 让普世万民得以认识 耶和华神的本质 性格坚持以及原则 这些加总起来 就成为我们所受 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 神的选民以神为中心 行事为人活出神所期待的样式 透过这样普世万民得以知晓 原来神对普世万民的心意 就像是神对选民的心意 是一样的 他真正的意思要普世万民 都成为选民 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 神拣选了立位支派 起来服侍神 神期待透过神对立位支派的拣选 来启示神和选民之间 可以有更进一步亲密的 连结的欢喜 就像神宣告自己是立位支派的产业一样 神透过对立位支派的照顾 让我们清楚看见 服侍神与神同行的人 样样不缺 愿意全心全意与神同行的人 就必经历神丰富及美好的供应 包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甚至居所和对财务正常的渴望和享受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信约耶稣所说的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 以及天上飞鸟既不重也不收 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6节 当我们乐意真实与神同行 神儿女的丰富就是 我们只需要谨慎 我这里强调谨慎 我们只需要谨慎 使用神交付我们的一切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神会上奸下流 连窑待暗地浇灌在我们身上 就为了立位人 就是我们最佳的写照 当我们贴近神的心意与神同行 尽心尽信尽以尽力 爱神爱人 神自然就成为我们的产业 生命的丰盛和丰富随之而来 先说这不是成功神学 而是一种条件式的应许 神渴望今天的我们从条件式的应许中 来经历神 最后变成习惯性的能经历神 一切的丰盛跟丰富 这不是成功神学 而是这是将神丰盛恩典的美意 真实活出来最美的见证 当然分享人要很留意 否则我们说法就很容易去误导听的人 真的变成了成功神学 条件式的经历神一切的丰富 进而因为习惯而变成和神心意 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在神恩典丰富的里面 这样的生活真的是令人非常渴慕跟喜爱 对不对 但是神却禁止我们用人的方式来换得这一切 江南人他们习惯用交换律来讨好神 他们认为只要将自己最珍贵的 最宝贵的东西献给神 相对的神就会将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 这里说的就是在第十八章第十节讲的 使儿女惊火 这个意思就是将自己的儿女献给神作为祭物 来交换自己所想要 从神来帮助跟祝福 那其实江南人交换的对象 并不是神 而是掌管世界幽暗的权势 当我们用自己的方式 而不是用神所启示的方式来与神互动 甚至渴望从神交换我们所想得到的东西 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试探跟引诱 甚至被灵界邪恶的权势利用而不自知 神是乐意启示自己的神 神透过摩西利法将自己的心意 明明的让人能够知道 人不需要透过占卜 观照 法术 行邪术 迷宿 教诡 巫术 或者是过因 刚所提到的都在第十八章十到十一节中 等等来寻求神的心意 因为我们该知道的 神早就启示给我们了 我们需要做的是明白了解神的启示 也就是圣经 而不是努力寻求神进一步的启示 难道我们生活中就不会出现 需要寻求神心意的事情吗 我相信 当我这样讲就会有很多人这样问我 当然会 那你们发现在今天的经文中 神就透过摩西亲属让我们知道 当年摩西早就颁布摩西五经给以色列人 让他们知道如何与神同行 过和神心的生活 但是摩西同样常常领受 从神而来的启示 将神的心意告诉以色列人 让他们随时随地尊足旨意而行 摩西在这里清楚的告诉我们 当先知以这样一个开头 耶和华如此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居片语 当先知这样说的时候 就代表神说话 若是将来内容不符合上帝的心意 或是以别的神的名来说话 那么就要被石头打死 这个在第十八章的二十节清楚的讲到 所以摩西以自己为例 神会随时透过先知来引导百姓 不会弃之不顾 摩西更进一步透过这样的分享告诉我们 将来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摩西 带领百姓进入属灵的迦南地 其实摩西所说的就是我们的耶稣 耶稣宣告祂的到来不代表摩西律法 将要成为过去 反而是除掉属人的权势 还有人的传统 将摩西律法真正的精神完全的显明 反观 今日耶稣应许我们赐下圣灵宝会师给我们 圣灵在基督徒心中的工作 除了帮助我们了解耶稣的话 明白上帝的心意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能够合神心意 与神同行 圣灵也会按照自己的意识 跟实际的需要 将不同的恩赐和能力赐给教会 目的是帮助教会能在上帝的引导之下 真正时刻与神同行 不只是履行死的律例跟典章 而是按照圣灵的启示和感动 真实活出时刻讨神喜悦 合神旨意的生命 盘望透过今天我们在立位记 第十八章的反思和默想 更知道如何与神同行 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的一个关键 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今天透过在立位记十八章当中 摩西对我们的教导 主我们知道 更应该在每天社会当中 服在圣灵岛当中 主我们不只是熟读主你圣经上 你所启示给我们你的原则 更知道透过圣灵引导如何来应用 将生活中活出那个真实活泼的生命 那个喜乐满足成为最美好的见证 让别人透过我们生命中自然所流流 那个耶稣基督心伤之气 就能够看见神丰富 并且大能地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再次将我们今天的生活 仰望在恩主人手中 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 引导我们帮助我们 这是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